惡性大家都知道跟谢国良家族有关系嘛 可是谢国良这个等于市长他怎么说 既不知情也没有发起 我不甲告 那谁 是谁干的 后来有一个单位跳出来讲说 这个现在要罢免那些有意见的 对不对 对这个所谓的基隆的东岸商场有意见的 很有意见的那几个民进党的议员 有人跳出来是中国国民党的基隆市党部 他们跳出来说是他们干的 很厉害 基隆 我不知道 庭管科科长可以指挥警察 对 然后国民党党部可以指挥警察 所以我说一定有鬼故事 为什么 国民党为什么可以指挥恶性 所以你刚刚说金管辉 金管辉要去查清楚 为什么如果有用到 这个所谓的基隆恶性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 有没有强迫基隆恶性的员工 去做这个联署一个人 亲友要联署四个人 有没有 要去查 为什么呢 因为恶性不能这样做 就算是你的少主 都不能这样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很简单 关系当事人恶性的这个少主 那个谢国良说 他不知情也没有发起 那还呼吁人家不要这样做 对吧 对 那谁可以这样做 我问你谢国良回去问一下 谁可以这样做 我们绝对不相信你中国国民党 你有股份吗 不可能吗 国民党现在不是没党产了吗 对 所以国民党怎么可能可以 调动恶性的人这样干 不可能吗 对 一定要查清楚 说清楚 讲明白 等一下我们提到 那个哥哥的更离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时 这个 这个海报 跟这个相关的大型的 这个是你干的 对 五万台 做不到不连任 狗狗的后面已经 狗狗的这么大 后面挂好小小的 同等级 同等级 就这样子嘛 那那时候说五万台 现在说是一万台 一百台 就现在成了一百台 我告诉你啦 如果 如果谢国良 真的要平安的 把这一局给度过 只有一个办法 明天买样机票 到欧洲去半个月 对 全部都躲起来 基隆市都说 不要讲话 半个月后 你就平安度过了 这个罢免 你继续烧下去 你继续烧下去 烧到我都火大的时候 我就去那边 跟大家一起罢免你 我跟你讲 去有此理 一个多月了 你还闹不够啊 这个送电动车 我晚点再讨论细节 因为现在要讨论什么 就是罢免案 昨天惊爆一件事 报说 既然这个 这个 恶性银行 要求员工 每一个人 收四份连署书 来罢免 这个我们在做的 这个张志豪 导播给他个大镜头 即将被罢免的可怜人 可怜人 可怜人 要罢免张志豪 还有佟智伟等人 可是我坦白讲 我先这样讲 你要罢免谁 都是政党的权利 你想干嘛都干嘛 这是人民的权利 可是你不能用自己家族企业 恶性银行 来去要求员工 当罢免的人头 这当然不对 尽管会 赶快去查恶性 谢果扬说 我不知情 我不辜告 谢果扬说 我不辜告 可是问题是 你不知道谁知道 你家银行 到底谁可以控制 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既然今天有新的消息 过去 这是2022年的新闻 那个时候 谢果良 正在选 金融市市长 对不对 既然 恶性校友会 发了这个信 你看 亲爱的校友 等等的 然后写一大堆 对不对 然后中间有一段 今年适逢市长选举 身为恶性校友的候选人 谢果良 具有美国麻生理工的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荣获爱生豪学人及安永新新创业嘉奖 具备业界已经从政经验 为人正派 今年专业行象 值得向你推荐 恳请校友支持 过去谢果良就把他们家的企业当作政治操弄的武器 对 没错 那么基隆一定有鬼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基隆市第三选区 仁爱区市议员同志委 罢免提案人名册 我问你是怎么来 这一定有人在串联 一定有人在这个 等于说制造嘛 等等嘛 这也要成本 这也要钱 国民党党不说 这是谁干的 国民党党不说 还有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有关于恶性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说一定有鬼故事 恶性大家都知道 跟谢果良家族有关系 可是谢果良这个等于市长 他怎么说 既不知情 也没有发起 我不公告 那谁 是谁干的 后来有一个单位跳出来讲说 这个现在要罢免那些有意见的 对不对 对这个所谓的基隆的东岸商场 有意见的 很有意见的那几个 这个民进党的议员 有人跳出来是 中国国民党的基隆市党部 他们跳出来说是他们干的 很厉害 基隆 我不知道 亭管科科长可以指挥警察 对 然后国民党党部可以指挥 所以我说一定有鬼故事 为什么 国民党为什么可以指挥恶性 所以你刚刚说金管辉 金管辉要去查清楚 为什么如果有用到 这个所谓的基隆恶性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 有没有强迫基隆恶性的员工 去做这个连署一个人 亲友要连署四个人 有没有 对 要去查 为什么呢 因为恶性不能这样做 就算是你的少主 你都不能这样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很简单 这个是鬼故事 关系当事人 恶性的这个少主 那个谢国良说 他不知情 也没有发起 那还呼吁人家不要这样做对吧 对 那谁可以这样做 我问你谢国良回去问一下 谁可以这样做 我们绝对不相信你中国国民党 你有股份吗 不可能吗 国民党现在不是没党产了吗 对 所以国民党怎么可能可以调动恶性的人这样干 不可能吗 对 一定要查清楚 说清楚讲明白 等一下我们提到那个 狗狗的更离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时 这个 这个海报 跟这个相关的大型的 这个是你干的 对 五万台 做不到不连任 狗狗的后面已经 狗狗的这么大 后面挂好小小的 同等级 同等级 就这样子嘛 那时候说五万台 现在说是一万台 一百台 就现在成了一百台 我告诉你啦 如果 如果谢国粮 真的要平安的 把这一局给度过 只有一个办法 明天买让机票到欧洲去半个月 对 全部都躲起来 不要再天才我 都是不要讲话 半个月后 你就平安度过了这个罢免 你继续烧下去 你继续烧下去 烧到我都火大的时候 我就去那边 跟大家一起罢免你 我跟你讲 去有此理 一个多月了 你还闹不够啊 千万不要惹这个瑞德哥 好不好 不要惹瑞德哥 那我现在问一下这个 即将要被罢免成功 不 即将要被恶意罢免的张志豪 专上是这样 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说 现在谢国粮切割 说恶心跟我没关系 你们手上有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 或怎么样的市政 来证明说 这就是谢国粮 或至少是他家族下令的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说 其实罢免基隆市议长同志委 是很诡异的 因为议长在整个活动当中 或是整个议题当中是很中立的 他其实也没出来骂了 也没有 他主持议事也相对中立 可是既然要罢免同志委 意思是 要除掉民进党 未来潜在可能的市长人选 你说其实背后算计很深 没错 是的 那其实谢国粮指挥二姓这件事情 这个二姓是属于谢家的 这个在基隆是一个常识 是 这是不是不是一个秘密 也不需要特别去研究 这个长年以来都是如此 刚才这个郑浩 只举出了这其中的一个例子 而已 二姓的员工 二姓的这个不论是老师主任 因为他们除了信用合作社以外 就是一个学校嘛 所以长年以来相当多的校友 遍布基隆各地 甚至我们基隆市议会里面 好多个议员也都是二姓的校友 所以说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好 所以说二姓的主任老师 本来就是每一次的选举 就会肩负到这个责任 常常就有二姓的校友 快到选举的时候 突然就接到了这个老同学 老主任老老 以前的老师 打电话来关心 虚寒问暖 也许 老师这么多年了 老师终于终于想起我了 现在我现在工程名就真希望 跟老师好好分享一下 结果老师好像也都没有认真在听 要你票投谢国梁 最后就说 要不要投给谢国梁看看 就拜托一下 很快的就要把下一个同学也接到了 再下一个同学也接到了 你才知道 这就是一个上面下达下来的命令 所有的校友 所有的老师就必须要肩负 这个辅选的责任 那说真的 辅选也好 到造势场合去 这个摇摇旗子 凑凑人数 这也就算了 现在是必须要交出自己的个资 而且是只有自己的 连自己的老婆小孩 这个老父老母 全部都得送上去 因为一个人要缴四个连属书 而且这只是小设的规模 就是小那个他的这个分设有大有小嘛 如果分设比较大的一个人要缴交十到十五分 所以这个连属书四分这只是属于比较小的这个分设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说他要求这个下来你真的很难去圆说这个是国民党下令国民党来认因为二姓不归国民党管二姓归谢家管我知道说我对谢国良市长来说在议会里面是一个眼中钉如果我不在议会里面的话他的日子会轻松很多他要好好的当他的少爷过他是个少爷生活的话也许会可以顺顺的过下去这个我能理解想要除掉张志豪 但是你想要除掉童子伟议长这个这件事情我就百事不得其解 难怪府会算和谐而且他们家族跟谢家也不错没有错因为其实童子伟童子伟他们的童家在我们基隆也是一个世家那不只是说那个童议长的阿公我们赖准总统要叫他一声阿姑以外就他们有一个这一个表就表叔的这个亲戚关系以外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其实童家以前也是 二姓信用合作社里面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董事那所以说以前他们其实是很和谐的大家一起合作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后来当然这个童家就退股了然后离开了这个二姓信用合作社那但是这表示说其实童议长跟谢市长从小其实大家都是认识的我们基隆小小的如果是你稍微是有童有脸的这个家族的人物其实大家彼此之间都是有相当多的联系所以说 谢市长跟对同议长如果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空间但偏偏他现在就要用一个最恶意的罢免来对付同议长所以说现在他的状况就是他其实已经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因为一方面他已经先直接先咬死了说这个这个罢免是民进党发动的所以说他要做反制 好啦说真的如果到时候罢免被发动了可是跟民进党无关那他怎么办他怎么收拾他今天讲出来这些话要怎么样收回去这就像是那这五万台的那个电动机车现在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但是只有这一百台送出去了这五万台要通通送出去要多久呢就要连东岸商场现在微风全部经营完了三十年都做完了 他五万台还是发不出去还是发不完因为五个月内只发出一百台甚至三十年也发不完对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人俊哥状况是这样我每次凭谢国家我都说他不是往自己身上点火是点完火后快要烧完了自己加汽油一直加加燃料一直加一直加越烧越旺 越烧越旺状况这样出事了真的出事因为刚刚叫恶性搞罢免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来了民间发起罢免谢国粮三海公民拆良行动拒绝不是谢绝国粮罢免无良三海公民拆良行动重点公告网路连署该不会电视机前面有人跃跃欲试吧我们我们没有一定要鼓励这件事没有一定要鼓励网路连署预计三月中 募资现阶段不需要花钱因为网路连署官方社群每日审核一次罢免行动等等等等在这边上对不对这个火越烧越旺其实你如果看过去有推过几次罢免很少是政党出来站出来就讲说就是我们来搞你今天政党到第一线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知道那我就对决嘛对那之后人家要摆明回来弄你的时候你也没得话好说所以通常很少会政党站到第一线可是当你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市党部的主委跟你讲说 要站就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国民党决定要扛大旗要站就站看谁先死 旗子要扛嘛对那你今天想说要罢免的这件事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听到说要罢免这个同志委说我还觉得说是怎么罢免议长因为你可以按照地方自治务法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一定要议员或什么大家三分之一才有办法就他现在是釜底抽薪我就罢免你议员的资格嘛对那现在就回来了罢免总要有个理由书嘛理由书 那你今天说因为要罢免谢国粮是因为他可能在什么什么事件处理不好那个其实理由书送出来能不能说是一件事对那我现在一直在思考就是说你要集体罢免尤其五六个什么民进党的议员你要罢免他什么是因为他在议会问证他们好像有个理由书嘛说什么他们讲话太多意见太多意见太多当议员不就是要表达意见吧我也不太懂就是你要一个没有没有生意的议员那也选不上嘛 一般在共产党才会罢免那个理由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你说罢免会成或不会成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到底老实讲会不会再推动那个都不知道可是你刚刚讲到恶性的这件事情更好其实应该更生气的应该是谢国粮因为你家的员工被人家这样动员来动员去你都不知道你也不支持结果人家确实就是还有录音你应该比我们更生气吧对喔他应该去告诶告那个基隆市国民党是挡不住的对啊你怎么把我们家的员工做小孩呢 我今天付他薪水是请他做银行的事情对没有叫他从事党务嘛对怎么会这样子的公司而且信委员说他不赞成就他应该要更生气那怎么没有消息没有声音其实老实讲辅会里面辅会关系和谐跟不和谐很多地方都会被拿来讨论但是你如果看基隆我想志豪在这边基隆绝对不是会因为辅会不和谐闹上新闻的从以前到现在很少就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地方不就这样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为市政共同努力是要这么这么理想话吗彭之伟这次彭之伟这次什么选上议长对十六比十四票票是谁国民党的张芳麗前议长支持你好我好大家好就他当然有他的理由啦他说他最后人议院议员他要报应或怎样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说今天从来没有当然我以前看过金门以前我以前看过议长 跟县长就对干了对对对对就因为他觉得我也大可是基隆从以前到现在不是这样那你今天摆明挑了放新闻出来就是我就是要弄你议长你是怎样尤其是由市党部出来弄市党部的立场是什么你跟我讲党部立场除了政治上面的对抗你告诉我对基隆来讲他的正当性在哪里他没有嘛所以我说谢国良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支持你应该第一个恶者是赶快找出恶性的员工到底谁胡搞瞎 第二个你是不是该跟你去你的党部讲一下不要再乱搞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要行速成为对立的这个状态之下国民党还坚持这样干那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身为市长也不赞成的谢国良居然不去制止这件事情 郑教授范老师请补充你今天这个二姓是一个金融机构你把政治的黑手伸到二姓里面去对不对这个很不应该的那这些金融这些员工他找找但是找家人不是找家人就找客户是要要联署嘛好像你今天你今天你如果今天你记得我说我反对联署我反对罢免这个张之豪 那你把那些联署的这些员工要抓出来记大过啊你以为反我的意思啊对不对我不希望联署啊你为什么可以干这个事情应该约谈员工谁指使的对但是我不需要讲哪有这么这么笨的员工当然就是因为后面有压力嘛那我经常想问委员喔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的政治判断是什么我的感觉是火越烧越旺而且这不是大事情啊坦白讲其实第一天第二天就可以解决掉就低调冷出力让法律来解释等等的可是现在已经你不得不嘛你用你家企业来罢免民进党的议员那就是逼民进党来跟你搞罢免嘛这些是没什么而且罢免议长还不是议员你逼着大家来做政党对决嘛现在来了民间发起的罢免谢国良山海公民参长行动已经开始了嘛 那你们怎么看这一局这个罢免谢国良的这个消息就罢免市长的消息其实从他一开始这个东岸行政场开始有争议商场有争议开始就一直有陆陆续传出这个消息他没有真的动作对有好像就有没有真的动作不知道那今天传出这恶性那当然不管是谢国良本人以及这个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都跳出来基隆市党部主委承认说没有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做的跟谢国良没关系那谢国良也的确 他自己有讲他有他有跳出来讲表达他的态度他不是完全不问不问他有他有说他个人其实是不赞成用罢免来去处理所谓的这样子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部分他就用选举来解决也是最重要所以他也是说不管是面对哪一政党他基本上不支持罢免对所以市长是有表达态度的但问题是整个事情到现在在演变到这边很多会刚刚正好讲说谢国良是不是这个拿梯 往自己身上叫他让火越烧越大对不对那我觉得尊重每一个政治人物对政治的判断那我们国良市长 你可以呼吁一下啊我们国良市长他这个不畏战要知秋对决我们就跟着他一起知秋对决嘛那个叫政治自焚你知道吗没有啦因为老实讲他第一时间那个东南商场的部分他有请警察去开索之后他第一时间没有对这个立即表达立场或是没有立即的让他灭火或直火不讨论他之后现在火是越造越旺他现在没有选择啦 他竟然不可能说我现在不讨论这事情那面对那议会也正在临时会我已经把这句话讲好几次你帮我带到把他说两句话就好针对一月十三三十一号如有执法过当的部分我致歉第二句话全案进入到司法近代司法调查结束了嘛讲完这两句话然后出去欧洲考察个二十天疏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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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 这一时间他没这样做现在临时会他要这样做来不及了所以他现在只能选择知求对决